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一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道尽对台积电的不舍 半导体教父张忠谋宣布 明年六月后全面裸退台积电 消息传出三号早盘台积电股价开低 以下跌1.5元219元开出 不过在买盘追价下不到9点10分就翻红 张董事长其实在各方面的一个表现 那么乃至于到对于整体半导体业的一个贡献 而且到国内的一个整个经济发展 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关键的一个角色 那目前其实没有人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相对的其实对于后续的一个接班人 那大家目前还是会先以比较中性的看待 的确张忠谋一手创立台积电 从一开始的100多位员工到现在4万多人 成为全球晶圆代工霸主 整个供应链几乎靠台积电吃饭 不过这位半导体教父少年历经叛乱 养成坚毅性格 早年还是个严厉长官 据传不少人进门跟张忠谋开会前都要深呼吸 甚至带药上阵 张忠谋认为错误的报告还会直接摔到地上 我的标准也是 其实对我自己 我的标准也是随时都在提高的 在张忠谋谨慎高标准的管理风格带领下 让台积电股价市值都攀新高 魏哲嘉和刘德英两位准接班人的表现 也让张忠谋放心不少 近几年部署才渐渐感受到他慈祥一面 对员工多了慈祥和蔼 对时政更积极评论 86岁的张忠谋带领台积电创造台湾经济奇迹 也选在高峰时刻宣布裸退 但没有张忠谋的台积电 面对全球半导体业更加竞争 未来双手掌管理的台积电 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环宇新闻苏云宽 刘亦如 台北报道